大家好,这里是大师的解说,我是段小玉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女子谋约入狱,暴打欲罢》 为母亲报仇,血战黑老大的电影 情长得意,事业更得意的堂哥 年纪轻轻就成了一家上司公司的老种 每每出差都会带着自己的妻子能顾戒 今天也不例外 他带着妻子等一行人来到菲律宾谈生意 留下公司元老,华叔等人召看公司 一下飞机,菲律宾分公司的负责任秃头便前来接待 上车之际,秃头告诉堂哥 自己的仙人已经发现,是谁挪用了公司的钱 仙人现在就在自己家里 等了解完事情真相后,再和堂哥碰面 万万没想到的是,秃头现在已经被对方的人大脸和光头盯上 等秃头回到家中,简单了解情况后 他正要带着仙人去找堂哥,开门之际 一个光头拿着铁棒就朝他们扎来 因为他们没有防备,光头三下五除二就将他们打倒在地 更有胜者,光头还给秃头灌下牛栓 正在这时,秃头的家人回来 光头赶紧破窗而逃 秃头被带到医院,已经昏迷不醒 从此也不会说话 不一会,有人将这些情况告诉正在开会的堂哥 堂哥也意识到危险,便带着保镖准备回去 下楼之际,他们便遭到袭击 双方枪战起来,一片混乱 对方有备而来 堂哥这边越来越撑不住 在保镖们的掩护下,堂哥和冷酷姐躲进一个仓库 无奈,大连也追到这里 束手无扯之下,堂哥只好堵一把 趁着大连不注意,一把将他的枪踢飞 两人徒手搏斗起来 不过,文质彬彬的堂哥功夫还是不及对方 最后堂哥被活生生地打死 大连还想杀冷酷姐 幸好这个时候,警察赶到 冷酷姐才逃过一劫 话说另一边,公司元老华硕直指老师哥 今天和大美丽结婚 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 不巧的是,街星的车正好碰到堂哥的出兵 其实,老师哥因华硕的关系 也在堂哥的公司上班 主管财务,冷酷姐也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 必然老师哥先走 双方车辆彼此划过之际 冷酷姐和大美丽隔窗相望 仿佛在这一刻,书民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几天后,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的冷酷姐 召开大会 表示,以后自己会全权接管公司 与会者主要有华叔,老师哥 还有阿民 会后为了庆祝结婚,老师哥请同事吃饭 华叔给了老师哥结婚礼物后 便离开了 阿民出手非常大方 一下就给了老师哥十万 说这是我们上次投资赚的钱 说话间,阿民也要离开 拧走之际 老师哥吞吞吐吐地对阿民说 那笔钱你什么时候还给公司 阿民一看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冷冷地说道 明天就给你到账 回到家中 小两口在一起你弄我龙 老师哥还告诉大美丽一个好消息 因大美丽是健身教练 特别想到冷酷姐的健身房工作 因为冷酷姐已经同意大美丽前去上班 第二天,大美丽来到健身房 正好遇到了喜欢健身的冷酷姐 冷酷姐向大美丽咨询减肥的建议 热心的大美丽并将自己脑箱 研发的一款减肥产品 推荐给了冷酷姐 说话间,冷酷姐过去冲凉 这时,健身房来的两个不交贵费 还总是喜欢占别人便宜的舍狼 大美丽眼里可揉不得半点沙子 上去就和对方打了起来 还别说,大美丽看上去柔柔弱弱的 神手可不赖 那两人根本不是对手 最后落荒而逃 这一切,冷酷姐都看在眼里 非常欣赏大美丽 一来二往,两人关系也越来越好 大美丽还邀请冷酷姐 去观看弟弟的锦销毕业典礼 冷酷姐也认为 大美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帮手 话熟你一边 阿明一时又一时地找老师哥 支取公司款项 而且数额越来越大 老师哥已经感觉华叔有所察觉 在一次会议上 突然大美丽也走了进来 老师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原来冷酷姐非常看得起大美丽 大美丽给他推荐的减肥产品 自己使用之后也非常有效果 他已经拿下了减肥产品的所有代理权 全权交给大美丽负责 这项公司的新业务 正在这时 菲律宾那边打了电话 说秃头醒了 为了查清谁是杀害坦克的凶手 冷酷姐和华叔商量对策 最后决定 冷酷姐带着大美丽去菲律宾 华叔他们留下来处理公事事务 临着之际 华叔告诉冷酷姐 公司账目出现问题 不过应该不是管照的老师哥所为 自己在这段时间会查明事情的真相 第二天一大招 华叔就跟老师哥打了电话 让他送种大美丽 和冷酷姐到自己家里来一下 过后 老师哥送妻子来到冷酷姐家门口 阿明也过来相送 简单寒暄几句后 冷酷姐他们便要去机场 临行之际 冷酷姐特意嘱咐 将自己的公文包拉过来 还随口说了一句 这个包非常的重要 他们走后 老师哥将华叔 让自己去他家的事 告诉了阿明 他知道 华叔找他肯定是因为公司账目的事 要求阿明赶紧将钱补进来 看着阿明一脸困难 老师哥将自己释放钱 也拿出来给了阿明 不一会 老师哥来到华叔家 华叔开门接散地说 公司的账目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师哥将事情告知了华叔 华叔非常了解 老师哥的为人 也没多说什么 然而便准备去找阿明 随着阿明这个时候 已经带着最初杀堂哥的大脸来到这里 还提着一箱钱 嚣张威胁到华叔 账目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过问 否则就对他不客气 华叔当然不能屈服于阿明的淫威之下 一言不合 阿明对着华叔就是一拳 老师哥前去阻止 大脸便和老师哥打了起来 华叔趁机跑上楼 阿明追上去 华叔一把年纪 当然不是阿明的对手 很快就被阿明打到在地 一脚踢下楼 老师哥见状 急忙去看华叔 这个时候 大脸提着一把刀过来 为保护 已经奄奄一息的华叔 老师哥一把抱住大脸 残忍的大脸 手持钢刀 猛得捅向老师哥 就这样 华叔和老师哥被残忍的杀害 不仅如此 想要斩潮出过的阿明 在能酷姐的公文包中 放了一包白粉 载过菲律宾海关的时候 他们被警方扣了下来 能酷姐请来了堂哥以前 在菲律宾的律师朋友 律师说菲律宾对于长云白粉非常严 他们这颗粮就是死罪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他们两一个先出去 另一个在这里等待救援 但美丽知道 自己出去也于事无补 便主动提出 让能酷姐出去想办法 可能酷姐一出警局 阿明便打来电话 说自己也来到菲律宾 能酷姐便告诉了阿明 秃头所在的医院 想约到那里会合 来到医院 秃头已经书醒 但已经不能说话 能酷姐不停地安慰秃头 成了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正在这个时 阿明过来 秃头知道是阿明害死了自己 见到阿明顿时激动起来 不一会就因过于激动死去 离开医院后 阿明诬险说 华叔和老十哥在公司造反 能用公款 已经畏罪自杀 能酷姐半信半疑 不过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 便让阿明回去 拿钱过来就大美丽 可阿明说 现在公司已经没什么钱 能酷姐便写了授权书给阿明 让阿明卖掉 自己在公司的股份 过后 能酷姐来到监狱 看大美丽 将老十哥的事告诉大美丽 顿时大美丽悲痛欲绝 能酷姐也是万般无赖 只能不停安慰大美丽 后来 终于能酷姐拉钱给了女师 可法官宣判结果 还是三年有期徒刑 就这样 大美丽既失去了丈夫 自己还进了监狱 能酷姐便再次找到那个女师 女师说 还要500万 才能找人顶替大美丽 能酷姐便再次 让阿明挥钱过来 阿明推脱公司的钱 已经没划出他们 挪用的差不多了 现在公司就剩一个空壳 根本没钱 能酷姐想到 在这里也是一事无补 便回去抽钱 来到公司 她发现公司的人 已经全部换了 自己一个都不认识 她气冲冲的来到会议室 找阿明 阿明现在嚣张的 不可一世 能酷姐顿时明白了 一切都是阿明搞的鬼 她手上 所有的股份 也被阿明买入 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 最后 能酷姐为救大美丽 将自己的别墅出售 这产将在监狱中的大美丽救了出来 两人回国后 便一直跟踪阿明 能酷姐看到阿明的手下大脸 此时也知道了 唐哥就是被阿明所杀 从阿明的谈话中得知 他们现在也要对付他们 还命令光头 到大美丽家里 等他们的出现 大美丽家 还有一位老母亲 为了母亲的安慰 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怒上大美丽 还通知了自己的警察弟弟 可最后 悲剧还是发生了 阿明的手下 抢先一步 活生生地烧死了 大美丽的母亲 好着最后警察赶到 抓住了光头 大美丽和能酷姐 报仇心切 便找到大脸 冲过去 几人便撕打在一起 仇恨激发了 他俩的斗志 大脸被打得 头破血流 动弹不得 这时阿明赶到 不一会 大美丽的警察弟弟 也开车赶到这里 阿明急忙逃跑 能酷姐和大美丽 疯狂地追赶 最后来到一间仓库 可两个女人 根本不是阿明的对手 都被打倒在地 阿明正要杀了他们时 大美丽的警察弟弟赶到 救了他们一米 他们两人打了起来 两人互相上架 这时 大批警察对我赶到 抓住了阿明 可阿明嚣张地对能酷姐说 我有得事前 完全可以 请女士帮我 你们可就不一样了 我要控告你们 帮家我 然后大踏步地走开 这时能酷姐 抵上螺丝刀 弄得一把持强阿明 顿时到底身亡 影片最后 能酷姐也收到了 法律的制裁 最不看的是 电视台的删减版 主要是 影片后半段 删得乱七八糟 最后那段复仇戏 不知道是否 是删减的原因 拍得敷衍极了 和前半段 曼杰勒的发展叙述 形成了巨大反差 真是 胡头舌尾的偏执 就是会双减版的 还有福利 反正我没看过 我也不敢乱说 好了 近到这里 请原谅我大收头